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玄宗当皇帝两年以后 把年号改为开元 将旺盛的经历施制于政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经图治 唐朝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 开元盛世 后来唐玄宗再次更改年号为天保 于是人们将唐朝这一时期的统治称为开元天保时期 他是继汉朝文景之治以后 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次繁荣 这是一个圣世华章锦天秀帝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既有锐意进取的精神 也有娇奢淫逸的享乐 既有传唱千古的长恨悲歌 也有终结大唐圣世的安史治乱 这是一个令人目眩神迷又让人恶弯叹息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所有的繁华和所有的悲剧 都和唐玄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在他的统治之下 唐朝经历了圣衰交替的巨大变化 而他本人也因此经历了悲喜交织 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 那么当所有的光荣和梦想 所有的繁华和落寞 都在历史的大幕中尘埃落地 回望千年前的沧桑岁月 我们不禁感慨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当唐玄宗真正掌握权力之初 他都做了些什么 他亲手缔造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源圣市上路第一集 圣市长歌 公元713年10月份 丽山脚下 一片喧嚣 二十万大军云集此处 齐帆招展 铠甲先亮 威夷 赫赫 与此同时 长安城里听说消息之后 赶来围观的民众多达数十万人之多 人声鼎吟 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是在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式 这个阅兵者不是别人 就是唐玄宗 皇帝 此时 正是唐玄宗 皇帝 发动政变 铲除了太平公主之后 三个月 可以说 正是李隆基一生 最意气风发的时刻 当时 唐玄宗 站在那里 如同天神一般远望过去 穿着鲜亮的铠甲 这个不说 手里头还拿着一个 沉香木作坝的大枪 威风凛凛 在他的指挥之下 二十万大军 不断的变幻阵势 可以说是威武雄壮 而且周围的老百姓 也不时的发出阵阵的惊叹 唐玄宗非常的满意 而且他还很兴奋 他甚至下令 说来 让我亲自击鼓 这是突破常规的举动 很兴奋 他要亲自击鼓 结果就在他击鼓的这个时候 发生了个意外的插曲 怎么回事呢 杂艺篇是这样记载的 说 玄宗圆福击鼓 十位三合 兵不尚书郭元镇 拒令少奏毙 啥意思呢 就是说 唐玄宗 击鼓还没有完的时候 现场的总指挥 兵部尚书郭元镇 突然下令 说是 这个程序结束 这下子 麻烦了 怎么呢 他带来了一个 信号的混乱 您要知道 古代军队调动 全靠什么 主要就是靠筋鼓之声 还有就是旗帜 结果你这鼓声 这么一乱 得 绵延树里的队伍 二十万人呢 您想想 绵延树里的这个队伍 一下子失去了调度 就发生骚乱了 这下子 唐玄宗皇帝是 勃然大怒 他下令 立即把郭元镇 给我抓起来 拉到旗下 这就准备 开刀问斩 结果这个举动 一下子把周围所有人 都给惊呆了 怎么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 郭元镇是什么人呢 隔着杀谁 都不可能杀郭元镇呢 这怎么就因为这件事 现在郭元镇要掉脑袋了 所以现在大家 这个非常的这个惊讶 所以说咱们现在 来看一下郭元镇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让大家如此的这个惊议 郭元镇这个人 他是唐玄宗的 头号功臣 这个人 是唐朝的名将 但是啊 宁可千万别以为 他是个揪揪武夫 非也 郭元镇 很有文采套略 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本来就是近史出身 他是文武全才 这个人有文采 有谋略 而且特别的有战略的眼光 武则天时期 他就曾经就外交政策问题 和当时的著名的宰相 敌人节展开过一番激烈的论战 而论战最后的结果是 武则天采纳了郭元镇的意见 你看他能胜敌人节一筹 其能力可见非同一般 后来郭元镇镇守边关 也是屡见其功 而且这个人性格很沉稳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有一次 那是唐朱宗时期 他以安息大都户的身份 出使突齐师 然后面见了突齐师的大可汗 乌志乐 结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个意外 怎么回事呢 当时两个人是在帐篷里面见面的 见完面之后 可能是为了说点什么机密话 他把大可汗 请到了帐篷外面去说话 两个人悄悄地说 此时正是天降大雪 雪老后啊 这个郭元镇年轻 他倒无所谓 大可汗呢 年龄很大了 结果说完话 回到帐篷里以后 大可汗就发烧 结果当天就死掉了 他这一死 人家可汗的儿子不干了 好你个郭元镇 你这是谋杀我爸呀 而且你这损招还蛮有创意的 把我爸给冻死 所以说他就要来杀这个郭元镇 郭元镇的手下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赶紧跟郭元镇说 咱们跑吧 郭元镇说 这是人家的地盘啊 雪又下这么厚 咱们往哪跑 再者我这人 以诚信待人 这事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干嘛要跑 所以他就主动地来到了 大仗当中 平调大可汗 而且当时哭的是情真义切 可汗的儿子竟然啊 被他的这个情真义切的 这个哀悼啊给打动了 答应与唐朝和好 你瞅见没有 瞅见没有 郭元镇的胆略 郭元镇的沉稳 在此可见一斑 而且郭元镇这个人呢 他跟唐玄宗李隆基的关系 私人关系非常好 李隆基 在当年还只是一个林姿王的时候 跟郭元镇关系就很好 后来他当了太子 郭元镇呢 当了这个宰相 就在当宰相的这个过程当中 郭元镇还曾经掩护 掩护过另一个宰相 维安石 维安石跟李隆基关系很好 而当时正是太平公主 跟李隆基展开斗争的时候 太平公主想陷害维安石 仰赖郭元镇的保护 维安石才没有丢命 但是过了不多久 维安石和郭元镇都被贬关了 一直到李隆基决心要与太平公主 展开殊死的最后决战的前夕 才重新拜郭元镇为宰相 在整个政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政变无论是谋划 还是实施的过程当中 郭元镇都立下了很大的 这个功劳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就因为这么件事 唐玄宗要杀他呢 其实只能这么说 郭元镇撞到枪口上 您要知道 这次离山延武 他的目的性非常的明确 他不是一次简单的阅兵 他是刚刚真正掌握了 大权的唐玄宗皇帝的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活动 他要用这个盛大的场面 向全天下宣告自己的权威 树立自己的这个威望 而也就在此时 你郭元镇这个不治的举动 把自己等于是自己撞到了 这个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个枪口上 连郭元镇这样的功臣 我都敢杀 你们谁还敢以后犯法 所以说唐玄宗李隆基 之所以要把郭元镇开刀问斩 说白了 就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呢 震慑 要的就是震慑人心 要说这样的事 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咱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唐代的这个名将李隆 这个李隆啊 有一次要率军出征 特地吩咐 让他的女婿杜淮宫随军出征 结果杜淮宫这人有意思 这哥们有意思 杜淮宫啊 刚开始说 说这个 我穷 我没钱 我不去 结果呢 他这个老月仗呢 就送了他一笔钱 杜淮宫一看呢 在找第二个借口 说呀 我没马 我不去 然后呢 他老月仗呢 又给了他一匹马 结果杜淮宫还是不去 干脆跑到山里边躲起来了 跑了 而且还跟别人说 说什么呢 说是这个 公欲以我立法尔 啥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老月仗啊 他让我随军出行啊 无非是准备找一个什么借口 把我给杀了 然后在全军面前 树立他自己的威望 就是立威嘛 那么问题就在这了 顾严阵死了没有 顾严阵还真没死 怎么呢 群臣一看这个情势不对啊 啊 这要杀郭元镇 这不得了啊 大家呼啦啦都上去 劝谏唐玄宗 把郭元镇的命 算是给保下来了 但是这个唐玄宗这时候啊 看起来啊 余怒未消 郭元镇死罪以免 但是唐玄宗下令 把现场副总指挥唐少给我抓起来 开刀问斩 其实啊 我跟你说 唐玄宗这阵啊 有一点小心机 他知道群臣会劝谏他 实际上他并没有想让郭元镇死 也没有想让唐少死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了 怎么呢 他刚刚下令要把唐少给开刀问斩 群臣还没来得及劝谏呢 宣旨的那个金乌将军李淼啊 这家伙的动作特别的快 刚宣旨完毕 唐少就人头落地了 这下子把唐玄宗给震惊了 假戏真做呀 可是那当着众人 他又不好说什么 你瞎的命令吗 他又不好说什么 过了几天 他找了个借口 把李淼给免职了 你从这件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唐玄宗啊 其实并不是想真的杀这两个人 只是想用这个办法 来给自己立威 可是问题就在于 郭元镇呢 一夜之间呢 由天堂掉落地狱 被免了关了 然后就是这个闷闷不乐 最后是郁郁而终 他的下场 告诉了全天下 这位新皇帝 唐玄宗 是一个不讲情面 铁面 无私的人 那么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这李隆基 是不是个嗜杀的主 您还别说 他还真不是 李隆基不是这样的人 李隆基这个人 很懂得分寸 懂得收放有度 正如北史当中 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仁义理智教之本也 法令刑罚教之末也 无本不立 无末不成 然教化远 而刑罚尽 可以助化 而不可以专行 可以立威 而不可以繁用 一句话 刑罚 威慑 这个东西啊 可以用 用上一次两次可以 但是不可以繁用 不能老用这个东西 应该说 唐玄宗在这个分寸上 拿捏的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唐玄宗掌握大权以后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 能阻止他实现自己的报复 他将开创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敬请关注 开元盛世上部 第一 盛世常 唐玄宗真正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之后 他要树立权威 振作朝纲 所以在离山延武的过程中 因为指挥武当 而导致现场发生骚乱的时候 唐玄宗果断地拿郭元镇和唐少开刀 他要借此 召告全天下 他要严肃刚迹 历经图治 开创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 那么唐玄宗要开创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请继续收看 开元盛世第一集 盛世常歌 要我来总结的话 这个时代可以用四个特点来加以概括 第一个特点 这个时代是一个制度规范化的时代 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唐玄宗这个人 是个吃现成饭的主 这话要照我看来 对同时又不对 对指的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这个开元天保盛世 他还的确不是说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 他说白了 他是前几代 你比方说唐太宗 唐高宗 武则天 这前几代君主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全体人民劳动的这个成果 唐太宗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贞观之至吗 唐高宗 说实话 历史上 给予唐高宗的很多评价是不公正的 唐高宗 大家也知道 他这个性格稍微的软一点 尤其是最后把大权丢给了武则天 因此这个宋朝以后的那些儒家士大夫 对唐高宗颇有微词 但是实际上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注意到 第一 在唐高宗的手里头 唐朝的国力是持续稳定向上发展 第二一点 唐朝的疆域 是在唐高宗的手里达到最大化的 第三一点 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基石 就是唐绿书役 也是在人家唐高宗时代完成的 人家怎么了 人家不就是怕个老婆吗 谁规定怕老婆 他就不能成大事呢 再说武则天 武则天历史上对他的诟病也很多 主要是集中在他那个酷吏政治上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看到 第一 酷吏政治只是他登基前后的 那一个阶段的产物 后来随着莱俊臣之死 酷吏政治宣告结束 国家走向了正常化 再一个 大家要注意到 他是杀人不少 但是他针对的是上层社会 老百姓基层社会是很安定的 一直到多少年以后 武则天都去世很多年以后 唐朝人回忆武则天时代 还给予了这样的一句评价 说天下眼如不让贞观之士 意思就是说 他那个武则天统治时期 社会安定 不亚于贞观那个年代 所以说对于武则天 我们也要辩证的这个看待 唐玄宗所继承的 就是这几位帝王 所开辟的这个产业 这份产业应该说 相当的丰厚 但是话可说回来 这份产业问题也很多很大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尤其是这个武则天 统治后期 以及唐中宗时期 这个弊端非常的突出 有哪些弊端呢 一个官场腐败 另外一个生活奢靡 还有就是制度混乱 这些问题是唐玄宗 既带解决的问题 而最后唐玄宗应该说 他解决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开元前期 唐玄宗任命了两位贤相 一个是姚崇 一个是宋景 这姚崇宋景这两个人 应该说无论是才干也好 还是品德也好 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任命他们 是唐玄宗前期成功的一个保障 这是开元前期 到了开元中期 唐玄宗同时重用 这个文学之才 历才和匠才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文学呢 文学就是那个科举上来的那些进士们 什么叫历才呢 历才啊 就是由基层政府的那个小历 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这些人才 匠才呢 那不用说了武将嘛 唐前期啊 唐早期啊 应该说大臣们往往是文武合一 很多人是入则为相 出则为将 但是此时文武已经分图了 已经开始分文武了 这个事啊 是好事也是坏事 以后咱们会谈到这一点 这个时期的代表性的人物 是张九龄等人 而且我请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唐朝的制度化建设 也达到了一个巅峰 一个是大唐开元礼 修转成功了 另外一个大唐六点 修转成功了 所以说制度建设 这时候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这个时代的第二个特点 它是一个富裕的时代 开元天宝时期 中国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人民生活富足 人口众多 而且商业繁荣 并且外贸也特别的繁荣 那个年代 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 这么一个时代 当时杜甫有一首诗 写了一首诗叫做《易熙》 他专门回忆开元时期的经济状况 他说 易熙开元全圣日 小易游藏万家事 稻米流之素米白 公思苍脸巨风石 都府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是在感怀 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开元时代 那个年代多好 人口众多 粮食充足 是一个非常富足的这一个时代 真真担得起 盛世这两个字 唐玄宗亲手缔造的开元盛世 是中国古代 大大小小的盛世之中 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 他是中国历史的骄傲 也是唐玄宗个人的骄傲 在这个时代 唐朝不仅制度规范 言章焕然 而且治下的百姓 安居乐业 生活富裕 那么除此之外 唐玄宗开创的这个新时代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时代第三一个特点 它是个文化繁荣而昌盛的时代 这个时代真有意思 这个时间段里头 一下子像井喷一样 涌现出一大批的大文豪 你比方说 李白 杜甫 王伟 贺之章 王昌林 崔浩 张九龄 等等等等 井喷一样的 人才涌现出来了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 那为什么这个年代 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多大文豪 要说起来 这个首先还真得归功于 唐玄宗的那位祖母武则天 就是武则天在科举当中 家世杂文 由此大大的促进了 当时人们学习文化 从事文学创作的这个积极性 当时啊 无耻童子 耻不言文莫 大家都把诗词歌赋 把经学当作 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 所以当时社会上学习文化 这个风气非常的浓厚 可以说 这个文化的基础 群众基础 非常的雄厚 而刚才提到的这些诸位大文豪 他们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 露出来这个部分 我们经常说唐诗诵词 唐诗诵词 唐朝的文学之繁荣 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 到了唐玄宗手里头 达到了一个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整个中国的文学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了 就唐玄宗本人而言 他也不是说 在文化建设方面 全部都是继承前人的成果的 应该说他在文化方面 也颇有自己的一些创建 比方说他继位之后 他感觉到这个社会的风气不好 怎么呢 从唐忠宗那个时代开始 应该说整个社会风气 走向了一个下坡路 因此他下定决心 要进行道德的这个重建 他高度重视儒家的思想教育 而且在这里边 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什么东西呢 就重视这个孝道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张图片 这是一块碑 这块碑名字叫做石台孝经 它上面刻的是孝经的文字 这块碑是唐玄宗亲自作序 并且手书的这样一块碑 这个碑很高大 它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院 是碑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唐玄宗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 刻这样的一个碑 这里边也有它的用意在里边 就是要提倡孝道 要不怎么那么多经 他只选这个孝经呢 就是因为他高度的重视这个孝道 他在续文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是知孝者得知本欲 也就是说要进行道德重建的话 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孝 中孝相连 孝涕相连 他觉得抓好这一个孝字 就可以把整个社会风气 往好的方向扭转 可以说是提纲而协领 因此他选择手书了孝经 然后把它刻在了这个石头上 另外他还组织编撰大唐开元礼 这个大唐开元礼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当然了 坦白的说 好多朋友 尤其是不是搞历史的人 看那个大唐开元礼 都觉得 这玩意儿这怎么这么繁琐 是 那个书很枯燥 里边全是讲各种礼节 让人看下去 觉得这个内容的 非常的单调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边的意义可大了去了 大唐开元礼 制定大唐开元礼的初衷 那跟当年周公治理作业的初衷 那是一样的 什么初衷呢 很简单 就是要用这么一个大唐开元礼 把整个国家 从最基础的家庭开始 一直到整个朝廷 都纳入到 礼法规范的体系当中去 这就是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初衷 在唐宣宗的手里头 唐朝的文化建设 达到了一个 相当高的高度 也正因为这个文化建设 使得唐朝的文化 变得非常的具有魅力 辐射到整个动漫球 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个对外开放 包容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啊 应该说 那真正的实现了 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个 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的基础是啥 拿来主义的基础 说白了 它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任何外来事物 只要是好的 我都愿意接纳 我不担心它冲击我 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这就叫做拿来主义 当时唐朝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包容 那种开放的程度 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 2000年的历史上 那是独一无二 当时唐朝国内 除了汉族之外 有大量的少数民族 有大量的外国人 这个不说 而且唐朝的文化 也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一直到上层建筑当中的 各种制度 各种思想 都有异域文化的色彩 比方说 比方说吃饭 饮食方面 饮食方面就很受影响 咱们举个例子 有很多奶制品 葡萄酒很流行 服装方面 唐朝人都爱穿胡服 胡服比起咱们 汉族的传统服装来说 有个好处 什么呢 它比较紧凑 它便于活动 因此唐朝人很爱穿胡服 男人爱穿 女人也爱穿 女人还爱骑马 这都是胡风 艺术方面也是这样 你不要说 就金银器艺术而言 唐朝的金银器制作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而且唐朝的金银器制作 主要是受了波斯 萨山王朝风格的影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你一边说音乐 音乐方面 唐朝也受到了 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 你一边说唐玄宗本人 唐玄宗本人 大家也知道 唐玄宗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甚至被后世的戏曲界 尊奉为祖师爷 他不是有黎原子弟吗 这个黎原子弟 就是后来戏曲界的代名词吗 他本人很擅长音律 而且特别擅长打什么呢 打节骨 什么叫节骨呢 节骨 这个是一种打击乐器 这个乐器就是少数民族的乐器 另外唐朝当时宫廷的所谓雅乐当中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外来的这个音乐的元素 这里边包括有西域来的 也包括有东亚的 你一边说朝鲜半岛的音乐 对我们也有影响 你一边说东南亚的音乐 对我们也有影响 除了这些之外 大家要知道 外贸非常的繁荣 当时思路上商骨云集 驼灵阵阵 无论是长安 还是洛阳 还是广州 还是扬州 还是成都 到处都可以见到 那些外国的那些商骨 他们的市场上充斥着大量 具有异域风格的那些奇珍异宝 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外来的这些商品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商品也影响到了外国 比方说我们的丝绸 我们的瓷器 也大量的销往这个西域 甚至远销到欧洲去 将中国的文化带到了 可以说唐人还不熟知的 那些世界当中去 外貌的繁荣 它就根基于唐朝的这种 文化的这种开放与包容上 而且唐朝有好多人 身上就有少数民族 或者说是异族的血统 皇室不用说了 当时武将当中 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也非常多 这种人被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做藩将 文称当中也很多 所以说唐朝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它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包容的 一个巅峰时代 唐玄宗当皇帝以后 在新晋宫里新盖了两座楼 唐玄宗盖这两座楼 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敬请关注开元盛世上部第二集 两座楼的秘密 唐玄宗开创的开元天宝时代 将唐朝推向了全盛时期 在唐玄宗的统治下 百姓生活富裕 社会风气也和谐开放 对外来文化也有很强的包容性 但是有人就有疑问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爆发安室之乱 让唐朝转眼间 就从太平盛世 跌入到了天下大乱的深渊呢 唐玄宗接受缔造的开元盛世 看游圣传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开元盛世第一集 盛世长歌 到了开元后期以及天宝时期 社会的问题开始出现 大家要知道 此时唐玄宗本人已经步入了老年了 开始逐渐的沉溺于享乐 奸相李林福等人 趁机控制了中枢政局 国家的政治开始走下坡路 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 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府兵制崩溃了 要知道唐朝前期 延续了北魏以来的军田制 可是军田制在此时 逐渐的走向了崩溃 因为你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 军田制的崩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唐玄宗时期 曾经采取了种种手段 比方说打击豪强 比方说扶持小农经济 比方说新修水利组织屯田 等各种方式来缓解 这个军田制逐渐崩溃 所带来的这个社会痛苦 应该说着有成效 可是这个趋势 还是不可逆的发展下去了 最终带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随着军田制的崩溃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府兵制随之瓦解 府兵制一瓦解 国家无兵可调 兵源枯竭了 而这个时候呢 就要想办法 怎么解决这个兵源问题 此时唐玄宗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你要知道 这阵老百姓不愿意当兵 再加上中央财政呢 这阵又很有钱 结果唐玄宗就找到了一个办法 实行叫做募兵制 什么叫做募兵制呢 募兵制说白了 就是由国家出面 建立一支职业军队 用经济利益来吸引大家来当兵 一支职业军 就这个意思 但是要我说 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知道 府兵制创立之初 西魏北周时期创立的 创立之初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兵力的部署 要内众而外倾 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它的意思是说 全国当时靠各个兵府来调集士兵 调集上来之后 他把这个军队主要部署在中原地区 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线 边境上只部署少量的警备部队 如果有外敌入侵 我由中原调动军队去打他 平时把军队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头 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这个原则从西魏北周创立以来 隋朝也好 唐前期也好 都始终注意要维护这个原则 可是在此时 由于兵源的枯竭 唐玄宗想到了一个募兵制 他就改变了这种内众外倾的这种格局 为什么呢 因为招募上来的这些军人 大多数被部署到了边境地区 因为当时内地成平日久 很和平 只有边境 有时有战事 所以就把这个军队部署到了边境地区 而当时最要命的一点是 他把这些军队交给了九个截度史 加一个侵略史 来加以掌控 最后这个军队的比例 也就是边防军人的比 和这个内地军人的这个数量的比例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段史料 这个是资质通鉴当中记载的 他说凡阵兵四十九万人 试岁天下健儿团结 阔齐等 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 啥意思呢 阵兵什么叫阵兵 阵兵就是边境上部署的边境部队 边境部队 人数是四十九万 而当时全国总兵力 是五十七万四千多人 也就是说边境部队 竟然占到了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 而且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这些都是所谓精锐之时 然后你把这些部队 交到这些节度史 手里边去掌握的 就这么几个节度史 尤其是那个安禄山 后来还曾经一人身兼三阵节度史 换句话说 他能把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 把持在自己的手里边 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 不是偶然的 他没有安禄山 也得有李禄山 王禄山 手中握有如此雄兵 内地又是如此空虚 他那个野心 你难免他要膨胀 所以说 这个募兵制的实施 应该算得上是 唐玄宗晚年的一个 重大的战略事务 唐朝也由此变得由胜转衰了 这么说吧 盛世也好 衰落也好 他的结果 他的责任都不在于某个个人 偶然当中有必然 必然当中有偶然 应该说 很多事情 是社会整体行为的结果 要由社会整体来承担责任 当然 我们同时要承认 唐朝制度再完善 它也是个人质社会 人质社会里边 统治者的个人品德 个人能力 当然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 在随后的讲座当中 我们不但要讲述 唐玄宗的事迹 还要涉及到将相们的风采 还要涉及到其他很多的人群 还要涉及到当时整个的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 希望能给大家展示一个 全方位的立体的 唐朝盛世的这样的一个画卷 下一讲 我们将讲述 唐玄宗新庆宫里边的两座楼 这两座楼 里边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 它见证了唐玄宗的勤政 同时 也见证了 那个深藏不露的帝王心机 这两座楼里头 究竟发生过哪些事 我们刘大夫下讲 我刘大夫下讲